好,各位同学 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在上节课的课程中 我们一起来学习了TP5的validator的一些相关的用法 主要有两种用法 一个是独立验证 另外一个是验证器 好,那么从这个小节开始 我们就真正的要进入到我们的架构和业务代码的编写中 那么在具体编码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产品的整体的一个架构图 先从整体架构上面 对产品的结构有一个了解 好,那么我们先从客户端来看起 客户端这里包括两个应用 一个是小程序 然后另外一个是CMS 然后我们注意看这样的两个箭头 这个表示CMS也好,小程序也好 他们都需要和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器结构 API来交互数据 可能是其他人写的一些HTTP请求 可不可以调用我们的这个API呢 一部分的API是可以调用的 但是另外的一部分API是不行的 另外一部分的API必须携带这个Token令牌 那么哪些接口需要被令牌保护 而哪些接口不需要被保护呢 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业务来定的 在我们的这个产品中 采用的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准则 比如说像我们Banner的展示 然后我们的分类的展示 商品的展示 这些通常来说的话都是不需要用户来做这样的一个身份验证的 也就是说不需要这个令牌就可以来访问 但是对于某些接口 你比如说获取某个用户的历史订单信息 这个接口就需要被这个Token保护起来 不可以随意的调用 这个Token令牌 大家可以类比一下 我们在制作这个传统网站的时候 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登录的功能 对不对 但是放到我们的这个API下面来说的话 严格意义上来讲 是没有登录这个说法的 我们所谓的在API里面的登录 就是获取令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关于令牌 那是我们这个课程要学习的一个重点 所以说我们放到后面具体去编写代码的时候 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好 然后我们再看最右边的这一个箭头 小程序这里 它除了要和我们自己的这个API 来做这样的一个交互 它还需要同微信服务器进行一些交互 举个例子 比如说小程序里面获取用户信息 就是需要和微信服务器来做一个交互的 还有在小程序里面 需要登录这个微信服务器 这个也是同微信服务器的一个交互 好 那么这一部分的结构 我们就把它给讲解完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比较核心的 就是我们的API这一块的一个架构 好 那么最上面这一层是参数验证 参数验证这一层 主要是用来验证客户端传递过来的数据 是否是合法 如果参数都不合法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请求给拒绝掉 然后向客户端返回一个错误的信息 就不需要再走后面的这个流程了 好 那么接着如果这些参数是合法的话 它就会进入到这个Control的控制器里 那么Control本身是不去处理这个业务的 业务是由这个业务层来处理的 Model和Service这两个构建了我们这个产品的业务层 那么为什么这里有Model还有Service业务层里面包含了这两层 是这样的 业务层是整个的任何一个产品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层 所以说可以对业务层的内部再做进一步的分层 TP5的官方文档里面也提到了 如果你的业务非常复杂的话 它的建议是分成三层 分别是Model、Service和Logic 至于说你到底选用几层 这个是要根据你自己的业务的复杂程度来决定的 通常情况下 其实只需要一个Model层就够了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产品里面 我整体的做下来 其实我觉得一个Model层也是够了的 但是为了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个业务层的进一步分层 所以说我把一部分比较复杂的业务又提取成了一个Service 比如说我们在支付里面的下单的这样一个流程 它的业务就相对于通常的这样的一些查询操作来说的话 是要复杂很多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部分比较复杂的逻辑 我们是把它放到Service层里面来的 Model层主要就是处理一些比较简单的业务 好 那么我们接着说Model和Service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这两层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平行的 还是说应该是一个至下而上的一个有层次的关系 关于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可能大家很直观的一个理解的话 就是Model层和Service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大概把它给移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 所以说我们把它调整之后再看一下这个流程 数据首先到Control这里 然后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都会先进过Service 然后Service再叫Model Model然后再去和数据库做交互 那么这个是大家非常容易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结构 理解起来这样的肯定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它们基本上是一个直线的关系 一层一层的调用 但是如果你要严格的遵守这样的一个流程结构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Service层里面会有很多无意义的方法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查询 就是根据一个ID来获取这个ID所对应的一组数据 这个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非常简单 所以说我们把它写到Model层这里 那么如果说你要遵守这样的一个直线的结构的话 那么Control是不能直接调这个Model的对不对 因为它们中间隔了一层 好那么既然隔了一层的话 就会怎么调用 Control然后调一个Service 然后Service再调Model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 你的这样一个查询操作真实的代码是写在Model层里面 Service层这里实际上只是起到了一个转发的作用 它本身这里是没有任何的业务代码的 这个问题是不容小觑的 因为对于一个产品来说的话 绝大多数的数据的获取逻辑还是比较简单的 也就是说Model层这里会有比较多的基础方法 而这些基础方法 如果说你一定要还要隔着Service去调用的话 这个就会造成Service的无意义的转发方法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 如果遵守这样的一个严格的分层结构的话 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它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保持成语层之间的松偶核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关于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像这种成语层之间的严格的这种堆叠和嵌套关系的话 在Java和.NET这些强类型的语言里面来说的话 是用的比较多的 因为像C Sharp和Java这些代码里面 他们的成语层之间一般来说都不是直接调用的 而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接口Interface 来做这样的一个调用关系的 那么我们知道Interface接口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Interface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持 模块与模块层与层之间 或者是类与类之间的一个松偶核关系 但是你具体到PHP代码这里 其实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松偶核的接口 但是我不太建议 因为我们用PHP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PHP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开发一些小中小型的项目 主要还是快 如果你说你要去做这样一些四平八稳的 比较规范的成语层之间的松偶核的话 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你写代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量 那就比较大了 而且说实话 就算是你把这个层与层之间写成了这样一个松偶核的形式 那么很有可能一直到你的项目的生命周期结束 你都不会发现这样写到底有什么好处 这个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学习是学习 学习和理解松偶核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真正的去放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环境里面 去做项目的时候 你还是要根据你当前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来决定 你是否要使用这样的一些比较规范的一些写法 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设计模式或者是分层 这样的一些思想通常来说的话 都是为了去解决软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变 如果你的软件做好了之后 就基本上不会变非常稳定 那么实际上在我看来的话 是不需要过多的去应用一些设计模式的 现在的分层和设计模式就是学的人很多 真正理解和学会的不多 学会了之后有机会用到的地方更爽 这个是一个现状 好 那么这个就给大家扩展一下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结构体系这里来 所以说我这里建议Model和Service 我们最好把它给理解成一个评级的关系 如果你的Ctrl有需要是直接调用Model的 那你就直接去调用Model 就不需要经过Service再到Model这里了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过分的强调 这个成与成之间的严格的一个层次嵌套关系 特别的是在PFP这些弱类型的语言里面 你关键要理解我刚刚说的重点是什么 我刚刚说的重点不是在于层次关系 而是在于Model和Service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什么样的业务应该放到Model里 什么样的业务应该放到Service里 这个是重点 简单的业务就放在Model里面 而一些比较复杂的业务 最好是把它给提取到Service这个层次里面来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 Model这一层里面放的是一些力度非常细的业务 而Service是对Model的一些细力度的接口的一个组装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一下 那么这样做的复用性就比较高 我细力度的方法有 那么对于细力度的方法的组装也有 那么我的Control当我需要去调用某些方法来完成我的业务逻辑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从Model里面调用 我也可以选择从Service里面来调用 其实这里我们还可以把它给完善一下 我们可以在Service和Model之间再加一个调用关系箭头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图就比较完整了 Service也可以去调这个Model层 它们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内容 还是需要大家把这些思想带到自己平时的工作和学习中再来体会 好 那么后面这一点就比较好理解了 业务层是通过这样的一个TP5框架提供的SyncDB来调用这样的一个MySoCode 从而获取到相关的业务数据 好 那么关于数据库查询这块也是我们课程要学习的一个重点知识 我们放到后面再来讲 这里还有一个小地方 就是这样的一个缓存 就是我们的整个这样的一个API 还会去使用一些缓存的一些特性 所以说我们这里会标示出一个缓存栏 它和缓存系统也是有一个交互的 好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异常处理 异常处理 我把它单独从这个流程里面给摘出来了 这个异常处理就是我们需要在整个的API的最上面这一层 提供一个统一的异常处理机制 这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AOP思想的一个应用 好 那么这个异常处理大家就先简单的了解一下 我们到后面再来具体的讲解 好 那么关于这个产品的结构体系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在后面的编码的过程中也是按照这个结构体系来写的 好 那么关于这个结构体系 如果你是想去做一些中小型的项目 那么完全足够了 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要去上分布式或者是高频发 绝大多数的外部项目都是一些中小型的项目 这个是大家要理解的 即使你想去做这样的一些分布式或者高频发 那么我同样建议你要先把这样的一些适合中小型项目的经典结构先理解清楚 把这样的里面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把它给搞清楚了之后 再去像这样的一个分布式系统去进军 好 那么同学们本节课的内容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